大家好,我是孫韻喜,歡迎收看三分鐘時評 今日的點題是三個字,穩命博 講講港股情況 港股反反覆覆,高開後一度重上24,000點水平 其後升幅稍為回軟 其後又好一點,美市又升高一點 全日的升幅維持212點,收23,980點 非常接近24,000點 成交普普通通,維持不到1,000億水平 是868億 今日市做好,香港交易所升2.5% 成為市上升的動力之一 加上小米又做好,帶動市向上 只不過內銀股,特別是重磅的其中兩隻 內銀不多碰當 其中一隻,包括工商銀行 回軟0.3% 逆市下跌 加上阿里巴巴也回逃 領導市升幅不能夠進一步擴大 不能夠從上24,000點水平 整個市形勢,在今市能夠做好 其中一個原因就和點題三個字有關 尋命博,誰尋命博呢 其實就是特朗普尋命博 特朗普尋命博,一方面尋自己的命博 原因是之前幾天他先確診了新冠肺炎 但是很快,昨天消息已經出來尋命博 就坐車出來離開醫院一會兒 說和支持者揮手 那件事不只是找自己的命博 找特工的命博 因為載他的特工 其實暴露在風險之中 就非常危險了 已經被人罵得七彩了 到昨天香港的時間 他亦是再有驚人之舉 就是已經出院了 幾天之間出院 重返白宮,回到白宮 繼續接受治療 但是自己可以了 精神好,二十年前也沒那麼好 而且更加尋命博的就是 走上去白宮 回到基之前,脫下口罩 讓大家拍照 畫面一出,股市就興奮 先看看美股 美股立即為之做好 看到杜瓊斯公約平均指數 升465點,走勢是強的 1.7% 因為奇蹟,幾天之間就搞定 因為一般,就算隔離14天 何況中了招的病人 這麼快就走出來 這個是非常令大家震驚 快的話 這個情況 美股第一條件反射反應 就是噗一聲就彈上去 但是其實整件事 都是在尋命博 就是點頭幾個字 因為自己這樣做 其實專家就說 哇,這麼快之間 幾天之間可能病情真的很轉 但是根據福奇的說法 這個疫情 可能是8至10天 感染之後 8至10天才可能出現轉折 很多時候病人 在8至10天之後 病情突然急轉折 就會頭呎 所以突然這樣做 已經是麻煩 而且更麻煩 對整個美國來說 脫下口罩 脫下口罩就說不用怕 新冠病毒 我戰勝了 這個令大家很擔心 其他美國民眾 若學了就死了 因為最近美國的數字 其實持續上升 很多數字都顯示 25個州 其中一個是25個州 在過去一段時間 過一星期 新冠確診人數的增長是增加了 現在去到接近750萬 死21萬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總統戴頭不戴口罩 而且這個總統仍然染病 還未完全康復 估計 這樣已經不戴口罩 對美國人來說 真是非常投情 疫情 究竟能否控制得住 大家越來越有疑問 這是第一個 賺命搏 第二個 其他金融市場的走勢 都顯示現在整個形勢 今天雖然港股上升 但是整個形勢 是未明朗的 未穩定的 所以現在你偷步說買入市 或者看得很好 都是有些賺命搏的成分 可以怎樣說呢 第一個想想 美股 就是 情況是先 看看 因為美股 雖然上升465點 10月5日 但整個走勢未完全轉好 所以對港股支持力 能夠支持多久 是成為疑問的 這就是最重要的 這個綠色戰爪 雖然升了不少 從上28000點 但是未突破這個高位 未突破這個高位 這是什麼高位呢 跌下去反彈 反彈的高位 下跌浪其中的反彈高點 未突破這個高點 即是顯示未扭轉一浪低一浪的情況 雖然是突破前浪底 但是未突破反彈高點 整個走勢不可以重新 重拾升勢 這就是美股的情況 與此同時 美匯的指數都是這樣的狀況 都未完全顯示走勢轉回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之前就說了 突破了頭肩底的走勢 肩頭肩 突破之後 就回肆下來 這幾天 穿過去的頸線 但是今天 一方面 咬著 頸線水平 並未進一步拋離 顯示 雖然跌穿頸線 但是 頭肩底的威力 就未完全化解 這是第一 第二更加重要就是這條線 紫色這條 這條50天平均線 看到了 美匯指數 試一試這條50天線 就發上去 並未跌穿 換言之 美匯指數中線走勢 都未完全轉回弱 換言之 美匯指數中線向升勢流 可以這樣說 就是維持住 維持住 這個對資產價格 特別是新興市場資產價格 就是一個不明朗因素 因為它好像轉回弱 但是就未確認 所以形勢是不明朗 這個就是美匯 美元 都是 美股美元都是這樣的狀況 加上 港股自己本身也是 無論是重磅股 以至恆生指數 各企指數都是這樣的狀況 還未正式轉好 看到港交所 剛才的邏輯 突破了下降軌 但是它並未升穿前浪頂的阻力 378元左右 換言之 一浪低一浪的走勢 還未扭轉 這就是美港交所 今天的強勢股 指今日 同樣彈得很厲害 中心國際 也是 今天是7% 厲害 但是 你看到它的前浪 反彈高點 前浪頂 也可以這樣說 並未升穿 甚至乎 騰訊也是 之前幾次試 564元都穿不到下來 在9月開始 慢慢出現下降趨勢 這就是反彈高點 其中一個 這個似是形成一浪低一浪 近這幾天 9月份開始 但是看到這幾天反彈 都是受制前浪頂的阻力 換言之 一浪低一浪的形勢 也還未扭轉 至於今天 弱勢不程的公行 更加不用說 一條很漂亮的下跌通道 基本上形成了 看見 畫出來 這是比較標準的下跌通道 沿著下跌通道 一路下去 顯示其中一類重房股 內隱股 特別是四大行 走勢是一般的 這也是不利的事 加上國企指數和恆生指數 走勢大致 國企指數先說 前浪低的阻力 並未升穿 仍然受制住 從這個角度來說 都是一路下去 最後說恆生指數的情況 也是 今天雖然再升212點 昨天已經升了 今天再升 但是你見到 重要的阻力位 並未突破 包括什麼呢 就是前浪底的阻力 以至 這個 之前密集區更加重要 密集區試過幾次 就不穿 但回上去 但是最後 就是這一日開始 一支大陰燭跌穿了 之前的支持 穿了就變成阻力 這個阻力是什麼呢 就是24,100左右 昨天 一度衝穿24,000點 在迫近前浪密集區的底部 叫做 24,100的阻力 就不能夠穿了下來 今天再升 但是再升 一度從上24,000點 到24,05點 但是 都不能夠穿上去 所以 這個 24,100的阻力 好像還是在頂著頂著 所以整個走勢 雖然今天 叫做 再升 但是仍然 未扭轉 起碼要突破24,100點 才有明確的走勢 講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